燕婉向太后求饶 称自己是一时糊涂 嫉妒淑妃有孕才会如此 燕婉辩解自己不是有意 毒害十二个 只是想让淑妃容貌受损 不得皇上宠爱 不料想伤了十二个 除此之外 让江太医在驿馆生病也是自己的 这时皇后派荣沛来寻燕婉 燕婉十分恐惧 希望太后帮助自己 太后才出皇后的心思 让荣沛每日对燕婉长嘴时下 来平息 皇后的怒火 燕婉十分感激太后 燕婉对如意发誓称 自己没有害过淑妃 此事无法查明 如意也只能接受太后的解决方式 荣沛怒打燕婉 燕婉坚称自己没有害过淑妃 荣沛却说 燕婉未能及时发现淑妃 神色有异常 而及时禀报 当然有罪 燕婉只能默默承受 海兰也发现了淑妃之死的不妥 如意告诉她 淑妃曾见过燕婉之事 可太后插手 如意也无能为力 巴林氏是准个儿的劲敌 为了制衡各部 皇上封巴林氏的女儿进宫 册封为燕婉 燕婉在宫中扑蝴蝶 不小心冲撞了皇上 可皇上并不在意 还称赞燕婉天资聪颖 人也生得俊俏 让燕婉陪自己走走 夜晚看到此情此景 下定决心 一定要争回皇上 皇上十分宠爱燕婉 如意又想起了舒飞 荣沛提醒如意 应该为十二阿哥考虑 荣沛见如意 真心对待五阿哥 也不便多说 皇上陪如意用膳 影平前来试膳 影平为皇后送来无锡大阿福 皇后十分感激 燕婉被打 尽忠前来看望 尽忠提醒燕婉 唱歌可以换个地方 若实在 木兰围场 必定十分动人 皇上 木兰秋显并未打算带着燕婉 燕婉决定让太后帮助自己 次日燕婉生病的消息传来 燕婉请求回宫休养 如意也表示同意 如意刚出叶子 不便随行 皇上只能让她留在 圆明园休养 燕婉离开圆明园 皇上带着皇子们 去往木兰围场 皇上劳累了一天 夜里在汤泉内休息 燕婉打扮成了一名 来给皇上按摩放松的 蒙古仆人来见皇上 燕婉在皇上后面 为她捏肩 皇上赤刺她 力道太小 回过身来 却发现死人正是燕婉 燕婉说 自己思念皇上 如今在皇上身边 有龙气壁体 什么病便都好了 皇上认为燕婉有心 让她起身 燕婉提起 自己心念的汲取 想请皇上品鉴 皇上听后 十分满意 让她下来伺候 燕婉复宠 应平和客妃都十分不满 认为燕婉 狐媚祸主 李玉认为 尽忠从中生世 燕婉才能复养